这个视频主要演示一下LINKSIN的解码功能 因为LINKSIN主要用在汽车的传感器上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用了一个OSC980来演示这个汽修款的专业的说话器 但我们其他的其他型号的说话器也会加上这个解码功能 然后看接线 这个是一个LINKSIN的一个测试模块 它是通过我们接到电脑上USB 它可以发送一些数据 LINKSIN数据按照LINKSIN协议发数据 它引出两根线 一个是D一个是信号线 然后我们用LATO示波器 然后用一个探头接到A通道就可以了 因为它一根线接码 所以我们在示波器上接码 这个通道探头接地接信号线 然后注意的是这个要打到程式档 探头打到程式档 是因为另线的这个默认的电压是12V的电压逻辑 所以我们打到程式档 然后示波器界面 这个是980的界面 是白色底的 当然我们其他型号可能是深色底的 大概是这样子 这无所谓 然后A通道 我们在这把解码打开 这个是英文版界面 回头我们国内的是中版界面 解码 然后开 然后在下拉里面有URT 创口解码 232 48542之类的 iPhone C看 LINK加在这儿 我们选中LINK就可以了 好 新义版本是2 因为1.1.1级的基本上不用了 然后你打开这个解码以后 这边就会有个LINK接码的一个标志 然后我们是用一个这个模块的上面的软件 我们这边设置一下 真ID 比如说我们是06吧 发送的真ID 然后发送06号 然后数据 比如说我们弄两个试试 1836 长度 那又是两个长度 两个字节 18和36 然后这边设备有了 然后点发送 好 它就发了 我们这边你会看到 我们虽然发送了 这边是看不到的 一闪而过 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把出发打开 出发 好 我们把出发的位置 要选到这个 你的12幅 这个位置12幅和0之间 让它穿越出发 比如说我们有个单次 它现在就在等待出发 好 然后我们现在 发送一组数据 好 我们现在发送一组数据 然后你就看到 这边已经捕捉到 因为单次 三次出发 这边就停住了 然后我们把它暂停 暂停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左移右移 前后移动着看 好 我们可以放大 滚轮放 这边是缩小 放大 放太大了 没有针头了 也解不了了 所以我们注意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这个解码必须得 就是我们要把 有完整的针头的时候 才会解码 像我们这样 我们想的刚才 波测率是9600 当然你可以选别的波测率 你根据你的波测率 然后调整你的时间档位 调整你的时间档位 让你的屏幕 尽量把整个的显示完全 整个的数据块显示完全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边是 这边发的是一个针头 然后一些叫 一个同步的 同步的时钟 然后这边发的是ID 是0x06 数据0x18 0x17 好就完了 然后看一下 对一下 1836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再发一个试试 单次出发 打开 1823 好 又不回到了 把它这边移一下 我们只发了一个 看这边长度是1 所以我们只把18 发出去了 然后17是它的胶焰位 胶焰子的 好 所以总是对不上 你看这边发送长度两个 你看这边发送长度两个 再打开 单次出发 然后发送 好了 这次应该是可以了 看这次是对的 ID号是06 1823 这次加上是C4 长度是2 刚才这个操作不熟 发送几个数据 这边会有 等应的 那这样的解码就对上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另解码的过程 好 我们再演示一下 发送多的时候 最多是8个数据 好像 我们再继续 45 56 78 12 41 12 3 4 5 6 7 然后我们开始 这是开始采集 然后单次出发 开始准备 然后开始点发送 发送 它有部抓到了 然后把采集停止 然后 开始左移右移 你会发现这时候 我一屏幕显示不完 看这边从针头开始 开始解 这为什么就不解了 因为把它针头给移出去了 好 这边解除的 18234556 你再往这边 移 移出去了 那怎么办 我们就用滚轮把它缩小 对吧 缩小一点 好 滚轮小一点 这把数据全都有了 开始对一下 那就是 解码是在这个整个屏幕 显示的图形里面 要保留它的针头 和它的始终 始终同部位 然后还有ID 检测到以后 它后面开始解码 当你把它移出去了 只少一半 它从这边 检验不到针头 它就不解了 一般够长 如果不够长 你可以比如说你的不同 你可以换这种时间档位 让它达到这个状态 像我演示的这个状态 你看ID是06 然后是18 23 45 56 78 12 41 最后都有一个校验位 长就是7个数据 这已经对上了 那基本上看就是 你拿到了一个针的话 捕捉到了一个数据针 对你的数据针 你可以再 好看 先看它有这个针头 从12幅直接下降一个长 它的标准是有13个位的低电瓶 然后这种交替的一个通部段 然后有一个ID 开始这边的数据了 最后一个是校验